既然是一個這麼糟的政治環境 顯然需要有人來改變他 他期許的是選民說 要為你問 為這個國家 你把票投給了誰 雖然他沒有講說這個誰 到底應該是誰 但是展現出來的企圖性應該是 你看到了這個問題 覺得這個問題 現在狀況非常的嚴重 需要有人來解決他 既然你如此透徹的 知道問題在哪裡 所以也應該能解決他 是在暗示選民這件事嗎 當然是 韓國瑜從過去從來沒想過 自己有機會來選總統 到他幾次的參訪 再加上很多基層的聲音 我想他是一個對政治非常敏感 特別是低層底層人的聲音 他應該有非常強烈的感受到 大家對他的一個期望 所以你就看看他這一次 幾次的一些談話當中 他特別強調的 這是中華民國存亡的保衛戰 一個高雄市長 為什麼要講到中華民國 存亡的保衛戰 更不要忘記他在巴士頓的時候 曾經特別提到 他對情這個字的一個困擾 從小時候的親情 到長大之後的男女之情 到最後他特別強調的 國家之愛 國家之情 所以你知道他已經在做一些 所謂的鋪梗這個動作 當把國家 事實上他不是為他的總統在鋪路 而是他完全感受到 真的如果他不能夠出來的話 他不出來的話 整個中華民國對於未來 他已經特別告訴大家了 過去20年 我們的確在很多的經濟 在很多的經貿的關係上面 已經讓台灣人民承受了 經濟之弱之苦 這個時候他把經濟 又把中華民國把它擺出來 你認為這是一個高雄市長 該去設計的一個範圍嗎 顯然不是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 過去從不可能到目前為止 起碼他的心理上 他的心理上已經完全做好準備了 至於行動上 我想他需要很多人來做一個協助 所以我們必須要說韓流 目前來說是瘋瘋活活 而且我們也很驚訝的 他的整個的持續性一直到現在 一直是沒有減退 對國民黨而言 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 喜的就是 將我們要投入區域的選舉 我們當然非常希望 有一個很強大的母親 能夠帶領我們 因為不管他的媒體的曝光度 還有大家所重視的程度 他所帶來的影響度 對我們來說是相當好的 優惡的地方就是 他其實韓國瑜 因為他的光芒太大了 所以以至於把我們很多 精英分子全部給邊緣化了 像朱立倫 像是王金平 其實都是相當好的 但是你把他邊緣化之後 韓國瑜還要打贏這場選戰 他需要一個很大的團體戰 所以如何能夠讓大家 同心協力來共同協助他 我覺得這是一個黨 很高的一個智慧 但我們特別要去提到了 國民黨的中常會在下個禮拜 可能就會提出所謂的民調徵招 因為我們可能有為黨內的 不是這個禮拜 是下個禮拜 我們下個禮拜 有預估要來提出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當然很多人會有說 我們整個的作業辦法 但是不要忘記 中常委可以提出 把他暫時擱置 而採用所謂徵招的方法 總而言之 你也知道國民黨目前為止 已經被韓國瑜調教得 非常具有彈性 所謂的彈性就是 民調徵招的意思就是 徵招民調最高的那個人 對 以前就說一定要有一套的 遊戲的規則 大家最後被韓國瑜給弄得 覺得整個黨 如果你真的要重返執政的話 很多事情 你不能照著遊戲規則 過去定得死幫幫的 遊戲規則來做 要有彈性 所謂的彈性就是 你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做法又能夠找到 一個所謂的正途 所以可能會有所謂 民調徵招的方式 來給他一個合理性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 過去的徵招常常認為是說 從上到下的指定 但是這一次是從下到上 透過主流來做一個徵招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是基層徵招 當然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裡面 要還是符合在一個黨的 一個遊戲的規則之內 因為從古道經到目前為止 也沒有一個人 可以抵擋著自他們的潮流 不要因為害怕 因此就破壞我們未來的一個制度 如果未來 還會有一個像這樣子的人 在基於彈性的原則之下面 其實很多的遊戲規則 應該可以做很多彈性的一個處理 總而言之 從剛剛很多的對話當中 我們認為韓國瑜他在回國之後 應該也時間上也不允許他在 對他自己有太大的 猶豫的一個空間 他心裡的程度準備好了 那剩下的可能大家考慮到說 高雄可能目前為止 還只有五個月多的時間 是否在這個徵召的時程上面 還是可以做一個彈性的一個處理 總而言之 我覺得韓國瑜從Stanford 然後在對照過去的Harvard 這樣一連串的演說當中 他已經跳脫一個高雄市長的 一個格局的一個心路的歷程 他現在就開始對於台灣未來 特別是中華民國未來 該如何走出一個 不同於過去的一個困境 我想他心裡上已經做好準備的 行為上 行動上 應該大家再給他架一把火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局勢 應該就是大致敵定了 所以我的高雄之路 可以直接改成了 我的總統之路了嗎 這篇演說的高度 好像已經到這裡了 但是這個所謂的誰 到底是不是韓國瑜 如果韓國瑜自己 還有所懷疑的話 來看一下這份最新的民調 這份最新的民調 是蘋果日報剛剛做的一份民調 不管是怎樣的排列組合 韓國瑜基本上是 通殺所有的候選人 韓國瑜不管是跟 柯文哲 蔡英文 跟這一個蔡英文單獨的PK 賴清德單獨的PK 都是通殺 他永遠都是民調最高的那一個人 這個是誰這件事情 你的票為這個國家該投給誰 很多選民已經告訴他答案了 不是嗎 本來就是如此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跟民進黨 如果單獨的對決的話 韓國瑜也沒有什麼問題 雖然賴清德看起來 好像只跟他差了6個百分比 但是如果是三喀都的這種情況 發生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人民可以為你的國家做什麼 還要繼續讓民進黨執政嗎 我跟大家講 民進黨做主體下 台灣的自由剩什麼 台灣的自由剩下 公共場合沒有選台的自由 電視台沒有播誰的自由 NCC沒有維持獨立的自由 台大沒有決定校長的自由 人民沒有只追求溫飽 不跟著你繳獲台獨的自由 只剩下什麼 只剩下貪污犯趴趴趴的自由 跟民進黨一起玩 台獨嘎嘎酒的自由 所以人民可以為你的國家做什麼 人民可以用手上的這一張票 在明年1月11號的選舉面 繼續滅東廠 這就是人民可以為國家做的 人民可以為自己做的 我覺得韓國瑜在美國那一番談話 如果我們回過頭來講的話 其實我必須要幫 馬總統講幾句話 我認為他認真的 用心的去搞了經濟 可是他的敗筆在哪裡 我再一次講 不是他有沒有認知 正不正確的問題 馬總統認知都非常正確 差別在破例的問題 我講過了 台灣即便下一個 就是如果政黨輪替以後 民進黨下台 國民黨上台 那麼那個領導人 他有沒有大破大力的格局 還是說他明明知道是如此 再來一次太陽花 再來一次什麼林毅雄爵石 他又去向這些人妥協 如果 為什麼 他會連帶的批評到馬英九 我認為馬英九的方向都對 但是方向對的同時 你有沒有足夠的破例去實現 你會不會因為一個人 什麼四小時絕食 然後六小時絕食 絕食 給先了半天以後 他從來沒有事情 可是什麼事情出事了 台灣的能源的 整個大方向出事 被一個人 一人一黨所裸鞋 所以你說老百姓 有沒有一年少賺一百萬 我們以前四小龍 我們輸給新加坡了嗎 我們輸給了南韓了嗎 以前的台灣在蔣經國時代 沒有輸給這些其他的人 可是為什麼經過這20年 當然他少漏了一個人 就是李登輝 從李登輝開始 到陳水扁 到馬英九 再到現在的蔡英文 那是美礦雖然沒有遇下 我要講 馬英九時期 那個時候是歷經金融風暴 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的很多 這個地方的代表 民意代表 就拿這個成長率來比 拿失業率來比 比了半天 好像民進黨做了很多事情一樣 不好意思 那都是帳面上的數字 那就是因為你蔡英文 運氣比較好 你沒有像馬英九 在2002年的時候 遇到全世界金融風暴 所以你還現在拿數字來說嘴 更好笑的是 拿觀光客的數字來說嘴 誰不知道 你這些觀光客都是碰風 很多的觀光客數字都是碰風 如果你的數字不是碰風 社會上普遍導遊失業的現象 收入減少的現象 要怎麼來講 你的觀光客都沒有減少 還增加了 可是這些從事旅遊行業的人 一個個把眼淚往肚子裡吞 這就是你蔡英文進步了嗎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真的希望 過去台灣的榮情 過去我們崇尚的 一些自由民主的價值 不會繼續被民進黨 搞成假民主 我講白了一句 柯文哲上台 一定因為第一個 他沒有什麼自己的人馬 所以最後 如果真的柯文哲當選 那麼本來就是用白色的外理 包裝的深綠的內涵的他 會不會使用很多民進黨的人 去擔任所有裡面 內閣裡面的成員 我想是一定白綠合作 這是毋庸置疑的 那麼如果是柯文哲當選 NCC會不會繼續鉗制言論自由 會不會繼續鉗制 所有對民進黨不利的聲音 我想也是會發生的 所以基本上柯文哲當選 跟民進黨當選 我認為差別的意義不大 除了柯文哲 可能在兩岸的方向裡面 他還希望試圖滑頭的 講一下兩岸一家親 這個我們當然也不否認 問題是其他的施政方面 他會不跟著民進黨起舞 所以我覺得年輕人 你要打開你的眼睛 睜亮你的眼睛 看清楚誰真正的才能為台灣 帶來希望跟光明 如果你們可以再次完成 再次請你